当地时间12月11日,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在香港出席活动时表示,今次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,国民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大胜利。 这充分反映了台湾地区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不满,是对执政者的警告。 11月24日,台湾地区进行九合一选举,选举产生22个县市的公职人员。 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统计,在22个县市场中,中国国民党掌获15席,民进党则从此前的13席缩紧为6席。 对此,洪秀柱表示,民众用选票发声,让民进党得到教训,让国民党心声警惕。 此次选举后,民进党要好好检讨,国民党也不能得以往行。 民进党大战,应该要深深思考,重新检讨。 总而言之,大家认为,国民党赢,不要得以往行。 民进党彻得输,要好好检讨,这两年多以来, 为什么会明远四起,倒行逆施的一个结果,完全不呈现在这次选票上。 选举中,韩国瑜成功当选为台湾高雄市市长,并始终表态承认九二共识。 对此,洪秀柱称,九二共识不应只是一句口号, 要让大家了解其中的真正内涵,坚持一个中国,共谋祖国统一。 台湾有很多人,九二共识是个口号, 大家都知道九二共识内容是什么, 九二共识内容是什么, 两个主要的核心, 一个就是两岸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, 第二,两岸共同谋从未来国家的统一, 就这两个, 在面试的时候,一进校门, 两岸子,作为一个长长正正的中国人, 我活泼泼的好学生, 我当然是中国人, 生为中国人,死为中国鬼, 有什么不论, 我是中国人, 中华,我是中国人, 中华就是中国人。 洪秀柱认为, 两岸统一是未来必然的趋势, 但如何迈向统一, 需要靠智慧。 两岸应该在谈判中取得共识, 用中华文化搭建两岸民众心灵气和的桥梁。 中华文化搭建两岸民众心灵气和, 在两岸外向同事的过程当中, 视大家是怎样的谈, 取得怎样的共识, 有共同的表述, 逐渐向外, 逐渐一直往最终的标签。 各位, 心灵气和的一个更深的讲法, 中华文化。 文化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, 心灵气和, 让两岸真正的水乳交流。 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化, 在历史的长河告诉我们, 两岸真正的水乳交流。 我们在历史当中, 我们没有看到哪个朝哪个代, 是互相对立抗争, 而若促进党有青春的美国。 所以一根国家和民族, 它是一定要统合在一起, 才有党有青春的可能。 针对国民党未来的发展, 洪秀柱表示, 党的组织要从根基开始改变, 思想观念要紧跟时代发展而更新。 当前人民渴求安居乐业, 执政者应该加快脚步, 尽快满足人民需求, 才能增强民众信心。